这段日本人拍摄的影像资料 记录了很多失传已久的中华美食 如今我们只能通过画面 重温那时的美好 这是1985年的广东 十月份的广州暑期未退 人们穿着短袖 骑着二八大杠 穿梭在大街小巷 这个家庭主妇正在准备糯米饭 这是当时最常见的灶台 主妇把稻草点燃当作燃料 大锅里下入的是鱿鱼和香菇 加入盐之后 再加入酱油腊肠入锅后 食物泛起诱人的红色 配菜炒完之后 蒸一大锅糯米饭 在锅中加入炒好的鱿鱼 香菇 腊肠 鱼饼粒 笋 大头菜粒和葱 然后用锅铲翻拌均匀 在翻拌的过程中 加入最后两道配菜 花生米和炒好的鸡蛋 这样一大锅香喷喷的糯米饭就做好了 这里是当时广州最大的菜市场 除了常见的蔬菜和肉类之外 这里竟然明码标价 买卖野生动物 在这里青蛙被绳子穿成一串瘦出 水里的就是娃娃鱼 这堆大蜗牛在啃食东管 乌龟伸长了脖子 想逃离这里 小朋友的手上竟然拿着一只鹰 黑白相见的是鸽子 这就是正在售卖的鹰 可爱的猫头鹰也被当成食物出售 原本自由的果子里 也成为了笼中之物 可怜的小猴子被束缚在这里 这些萎靡不振的猫咪也是时刻选购的对象 实在不敢想象 如此多珍贵的野生动物竟然在这里沦为货物 现在如果使用野生动物可是会触犯到法律的 保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这家名为珊瑚阁的饭店售卖的是各种粥 每天早上商贩就会送来新鲜捕捞的鱼 而鱼肉就是粥味道鲜美的秘密武器 为了让粥的口感富有层次性 店员会在粥出锅之前加入鲜嫩的鱼肉片 随后简单的装饰上葱花 这样一碗简单的鱼肉粥 是广东人不能拒绝的美味佳肴 这家名为半熙酒家的饭店 是广州最大的园林酒家 半熙酒家的美食汇催了南北菜系的精华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点心宴席 不管什么时候来 这里都坐无虚席 作为广东的民间饮食风俗 早茶是退休老人消遣时光的最佳选择 他们来得最早走得最晚 是这里最忠实的粉丝 他们在这里品尝红茶和品种繁多的点心 谈天说地 其乐融融 这种一推上来就被抢购一空的点心 叫做奶油百偏高 作为半熙酒家的人气产品 这道点心的制作工序极为复杂 先在空碗里打上几个鸡蛋 然后加入小麦粉搅拌均匀 搅拌至粘稠之后加入红色素 把蒸好的蛋糕切成小方块之后 加入椰蓉和懒人混合 这就是奶油百偏高的馅料 随后用面皮将馅料包裹在其中 在面皮上撒下咸蛋黄和染成绿色的鸡蛋松 高温蒸制之后 这样一道色彩艳丽 口味丰富的奶油百偏高就做好了 但遗憾的是 这道点心的制作方法已经失传 我们只能通过画面 来重温这道半熙酒家独有的美食 除了奶油百偏高之外 烟红鲜花饼 马蹄高 鞍蟲千层酥 绿荫白兔角 鹅解焚果 蟹黄干蒸烧麦 蜂巢香鱼角 椰黄平叶角 相生雪梨果 这些精美的甜点中 有些也和奶油百偏高一样 成为了失传的美食 实在让人扼腕叹息 接下来这道硬菜就是烤乳猪 师傅将香料均匀地涂撒在小猪的身上 然后用祝喉酱给小猪来一个全身按摩 享受完按摩的小猪被固定起来 开始洗热水澡 身上每个部分都不能放过 随后特制的精油死怕项目登场 按摩师傅将白酒和醋的混合物 均匀涂抹在小猪表面 准备工作就绪之后 师傅用绳子把小猪蹄绑在一起 上烤炉烤制 烤一段时间之后 在小猪身上再刷一层油 这样做是为了让小猪受热均匀 看得出来烤乳猪还是个体力活 师傅要用尽全身力气 保证烤出来的小猪金黄酥脆 15分钟之后 烤乳猪打工告成 为了保证酥脆的口感 师傅第一时间将猪皮切下 断成小块之后 重新放回小猪身上 装盘上桌 酥脆的猪皮 沾上白糖之后 搭配面饼和葱丝 送到食客的盘中 这是位于月秀公园附近的北原酒家 以山珍海味 闻名广州 别具一格的装修 看起来神秘感十足 瑶柱往沙田 麒麟鲁鱼 珠海丹心 金斩玉盆 瓦称花雕鸡 百花蒸燕鸭 这些美食就是北原酒家的拿手绝活 品尝过后让人流连忘返 看完北原酒家的美食之后 就该南原酒家了 这里以蒸为主 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物本身的营养和味道 画面中的师傅将冬瓜掏空 然后拿小刀在上面精雕细琢出精美的图案 这是炖冬瓜中的容器 随后师傅给烧鸭剔骨 把生鸭肉和草菇切成段 在雕刻好的冬瓜中 依次加入鸡鸭猪肉 虾仁草菇和烧鸭 最后用小葱 银耳和蟹黄装饰冬瓜 加水之后将冬瓜放入巨大的蒸笼 静后四个小时之后 炖冬瓜中就完成了 不仅能喝汤 冬瓜肉也因为吸收了汤汁 变得美味无比 这就是制作佛跳墙需要的所有食材 这道经典的名菜费时费力 想要找到所有的食材 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在沸水中加入酱油后 把超过水的食材全部放下 这是为了给食材增加底味 然后放入鸩唇淡调色入味 随后把增加过底味的食材 放在特制的瓮中 加入香菇 鱼翅和鸩唇淡 最后一味食材就是火腿 淋上酱汁之后 师父把瓮请进蒸笼开始蒸制 随着精美的容器被打开 这道蒸制了八个小时的佛跳墙 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